侯老公回农村改造了房子 今天改造这个楼梯 先把杂物清理出去 这个沟怎么办啊 这个沟用水泥给它填你了 哇很重哦 非常重啊 哇这一个楼梯 你都扛起来了 以前都用这个木楼梯 又抖又窄很不安全 现在打算做一个宽一点的 这个水沟也用不着了 等一下用水泥填了 楼梯下面空间还挺大的 可以做一个储物间 这样子能推得上去 嗯 我真的是 扶了你了 对左啊 加油 哈哈哈哈 不行不行 我 你来帮忙护住吧 你直接来 你来 啊 我爬不动了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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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力气 手没劲啊 这个要搞点水来浇一下 哦快点水来了 哎呦 你都泡我一声 你故意的是不是 不是啊 我不想去开水 我就先开了 你这个人啊 哈哈 这样子浇一下都会下去 是吧 稍微会更结实一点 要慢点 滚到下面去我都拐 你拿那么小一个东西在那里抹啊 这个撒得很好用啊 你是不是大的你就放 忘了放哪里了 找不到 你看吧 我就说你一天东西东西乱扔 你塞太过来了吧 都流出来了 这不是流出来了 剩下来就到这里啊 还把这里都给它堵掉了 因为楼梯太短 老公说降下来20公分做一个平台 这样上楼就方便一点 加油 这是一块龙草的木头啊 手锯吧 手锯吧 这方块刚刚好 太长了 刚好 这重镜太矮了 加一块板上去了 嗯 可以 要给它定稳了 接着哦 很重哦慢点 这个铺起来还挺好看的哈 是啊 这个挺好看的 房间里也可以铺吧 这个 不能铺 这个有毒的 这个室外装门用的 哦 这样子 嗯 这样子慢慢转下去 真厉害 台子做好了 明天做楼梯 铺 这个